渐渐网楼上门生气小朋友 这是长征三号一页 也叫长三B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北斗就是用这颗火箭发射的 小朋友说的对 这肯定不是长征五号 应该是这个展馆弄错了 因为有新二级 所以这个看起来像是长五 花终点 这个一会儿要考 长五B没有新二级 长征五号只有两级半 没有新三级 新分离出推器没问题 一级分离前整个这儿早抛了 这是一级分离 二级刚才趁你不注意飞跑了 这飞跑了 整个这儿早没了 而且不应该喷火 长征五号的确只有两个新级 二级火箭分离以后 有效载荷就应该成功入轨了 不怪小朋友吐槽 这核心仓做的简直完全不一样 这个直接报警吧 这个是点点糖 然后这个最晚 然后你看 这核心仓小众的大众的才来对 110报案中心 您好 别生气啊 关于什么是长五 什么是长五B 估计很多网友又分不清了 央视之前做过一条新闻把这事说的特别清楚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从外观上看 长征五号高约56米 长征五号B高约53米 舰体都是5米直径 虽然整体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他人的构型却完全不同 长征五号是一型两级半构型的火箭 所谓两级半是指火箭的新一级 新二级 再加上助推器这个半级 而长征五号B则是一型一级半构型的火箭 只有新一级和助推器 这样不同构型的设计是由于他们所承担发射的任务完全不同 简单来说 长征五号更像一个长跑选手 要把卫星送得更高 更远 到底有多远呢 要送到距离地球三万六千公里 甚至更远的太空轨道上 我国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长龙五号都是由长征五号来完成发射的 而长征五号B类似于软跑选手 不需要很强的耐力 但是爆发力要好 一口气冲到终点 这个终点就是空间站运行的轨道 距离地球三百五到四百公里